觀眾晚安 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必須要先跟大家趕快講說 來到我們的子頻 就是講了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要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主頻的話 上面會有一個藍色的方塊 你就點進去 雙開到子頻來 幫我們按讚 留言 然後分享 那我必須要講 中天的觀眾 中天的粉絲 真的是世界級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 我們那個24小時直播的聊天室 現在已經經過半年之後的轉型 你知道這個留言超過了1000萬次 最重要的是 真的 你知道半年以來 中天獲得了85000次的小額抖內 85000次 不是85000塊 這85000次 所以粉絲們抖內的每一分錢 都是對中天的期許 對監督力量的支持 我們一定會扮演好第四拳 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不過我要特別講的是說 每一次其實觀眾在留言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影片出來 在下面底下有一個留言板 繼續留言的時候 有機會的話我都會盡量的去看 然後甚至有時候看到很有趣的 會回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節目主持的當下 很多即時的訊息 我真的還是要看聊天室裡面 有些觀眾即時的來跟我們講 我們才知道 喔 原來有這些事情 已經正在發生當中 不過有些事情是我們節目之後 進行完之後才發生的 像是蔡總統 昨天其實講了一番話 不過我現在要介紹今天的來賓 其實非常非常的強喔 今天包括資深媒體人羅友志 許副好 大家午安 稍待一會兒還有 這個韓濱哥 謝韓濱 以及民眾黨的立委賴香林 還有我們會連線鑰匙林士豐 所以今天陣容很堅強 大家趕快來看 我要講到說 昨天蔡總統特別開一個視訊 告訴我們一個重點就是 疫苗來了 大家趕快去打 那系數說 今天7月7號會到過62萬劑 是政府訂購的 明天7月8號還會有113萬劑 是日本提供的 加總起來我們有了701萬劑的疫苗 然後他說我們的施打目標 7月底要拼接種率 20%到25% 我們701萬劑很多囉 要拼20到25 然後他這邊還講了一段話 在疫苗攻擊穩定 開始擴大施打的作業 我拜託國人要踴躍的接種 裝在瓶子裡面的疫苗 不會產生抗體 打進身體裡的疫苗 才會保護你跟你的家人 然後拜託大家有接種 有保護每一款疫苗都可以 施打疫苗的人數越多 台灣離群體免疫的目標就越近 那我看到這個非凡話 我們來聽聽看 蔡總統是怎麼說的 我們來聽聽看 拜託國人要踴躍的來接種 畢竟裝在瓶子裡的疫苗 不會產生抗體 打進身體裡的疫苗 才能夠保護你和你的家人 我們希望在7月底之前 讓國人的接種率 達到在防疫上有意義的程度 也就是說 從現在的10% 增加到20%到25%之間 我要再次拜託大家 有助手 有保護每一款都可以 有這個我看到這個有一段 我覺得特別注意 他是告訴大家 拜託不要緊啊 你趕快去打 為什麼會選 因為聽說莫德納也打差不多了 接下來今天 明天要進的是AZ 他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是不是AZ現在沒人打 對啊當然啊 你進去看那個蔡總統下面的留言 大概30% 10條裡面大概就3條 我昨天還為了看了臉書 我看了快一個小時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現在看蔡英文臉書 但是我不是看他的內容 我是看網友的留言 挺療癒的 網友的留言留言 都比本體還要有趣 我真的超有趣的 我今天早上 我自己的廣播節目 還整理了20幾條出來 我覺得網友的留言 真的超有創意的 大概10條裡面有3條 就是在罵AZ 因為資訊不透明嘛 然後前面的那些打AZ之後 猝死的案件 只有一筆帶過 這跟疫苗無關 所以裡面我跟許甫 你說 蔡總統下面這些留言 哪怕是吐槽他的 我跟你講都很專業 而且很理性 不像蘇貞昌那邊的 大概都是爛罵的 你真的有在研究 這個網友族群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蘇貞昌那邊的是沒辦法 很難聊 你跟他講一個 他就跟你 我跟你講你 這個臭巴拉 這種言語就出來了 舔共的啦 你唱衰台灣 你去大陸打顆星 就這種謾罵 蔡總統的人 那邊確實數值高 那反對他的數值也高 所以你看大家對於AZ 那種引經據點 然後還有那種 對於AZ的那個批判 然後也有很多人是怪說 你不跟大家講清楚AZ 那你現在一天到晚在行銷AZ 就有人還講說 那你要我買東西 好歹告訴我說 那東西好在哪裡 壞在哪裡 如果我問你壞在哪裡 你要回答我嘛 他說我們打疫苗 完全沒得挑 看起來好像有得挑 但是呢事實上 他告訴你不要挑 對啊 那奇怪了咧 那到底要怎麼樣 所以沒有任何的答案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炸鍋的 裡面這一次有幾句話 你知道 其中有一句話 就剛剛他裡面那個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看到 讓國人的接種率 對達到防疫上有異議的程度 有異議 是 裡面我就看到了兩個 好像疑似應該是專業醫生 直接啪啦給他打臉 他說什麼叫有異議 20到25%叫做有異議 科學上沒有20%有異議 這種如何解釋啦 而且他還特別強調 我等一下拿弄不可給你看 他還特別強調打一劑 只有說疫苗一劑覆蓋率 沒有人說打完一劑之後呢 是在保護力上面 然後能夠怎麼樣 他說對不起喔 我實在提不出來 看起來那個寫的人 應該是專業醫師 因為說實在 你大家都知道嘛 耳熟能詳 現在大家都已經是小醫生了 請問一下 我問大新聞大曝光的所有網友 你知道要打兩劑到百分之多少的 才叫有群體保護力 我相信 許甫的觀眾應該大部分 都打得出來那個數字啦 是 但是那個數字 絕對跟蔡英文講的 百分之20到25 差距很遠啊 小孩都知道啊 你現在用你自己的那個臉書 在那邊跟人家講 20到25% 以此有意義的 下面人全罵什麼意義 你告訴我啊 有三分之一的保護力的意義嗎 對 昨天 在那個臉書裡面 兩個罵最兇的 就是你剛剛開場問那個AZ 是 罵是超兇的 不是說他們討厭AZ 是你要告訴我 解釋給我聽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AZ到底能不能打 大家問號是 可以打的理由是什麼 不能打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整個指揮中心 只告訴你不用怕 蔡英文跟你講都 都煮啦 都煮怎麼辦 出事情要怎麼辦 國家幫你什麼 我們有一個法律叫做 預防接種 救濟辦法 蔡總統你跟指揮中心 有沒有拿這個救濟辦法出來安慰我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你現在去Google 預防針接種 預防接種 救濟辦法 我們有一條這個法令 這所有的包括 那個流感疫苗 什麼以前的卡戒苗 只要一進來 每一劑要繳1.5塊錢到國庫去 那繳這個要幹嘛呢 因為沒有人有把握 打疫苗百分之百一定不會有事 所以他是用來作為救濟補助之用 譬如說你進來1千萬劑 那每一劑1.5塊錢 所以你要拿1億5千萬放在國庫 然後萬一有不小心打了哪個疫苗 出了什麼事情 好拿這個1億5千萬先給你安撫 輔助 那請問一下蔡總統 你有沒有把這個資訊揭露給所有大眾聽嗎 那這次疫苗來得又急又快 那是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的 預防接種特別條例 還是指揮官的權利 你要告訴我們 我們到底現在如果出了狀況 我疫苗應該要去找哪一個 來自己救濟自己 請問一下許甫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資訊 完全我今天第一次聽到 請問一下所有的大新聞 大爆發的觀眾朋友 你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知道的幫我加1 不知道的幫我 減1 我看看到底知不知道 蔡總統只跟你講一句話 快去煮啦 什麼都可以啦 你知道這是AZ 跟有意義這兩個字 這兩句讓大家炸鍋 很多人真的超生氣的 第三個生氣的是什麼 第三個生氣的是 我們一定會緊叮 什麼疫苗都會進來什麼 其中有一個緊叮 大家整個超生氣 緊叮誰你知道嗎 緊叮鴻海跟台積電 很多的網友氣死這一條 現在大家都加1 減1 我看一下 減1 減1就是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真的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 你看資訊多不對等 所以為什麼AZ罵是第一名 我不敢說AZ不能打 因為我身為工作人物 跟我們資訊揭露 我們不能說AZ不能打 但是我認為要打 我們政府跟指揮中心 也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可以打 為什麼不能打 那萬一不能打 出了狀況 我們國家可以幫你什麼 這個資訊完全沒有 指揮中心也告訴你 趕快打趕快打 蔡英文也告訴你趕快打 第二個就是有意義 這個叫做 common sense 所有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是70% 那請問一下25%又一劑 那代表什麼 這呼嚨啊 他就用這種東西呼嚨 所以下面很多人 就有一些他自己的台派 那台妹支持者 25%我們達到了 總統我們繼續加油 加油什麼 加油什麼 25耶 你知道我們現在列在全世界倒數 倒數第10名 請問一下我們到底要加油什麼 加油趕快買疫苗 加油不是趕快拿數字 趕快買疫苗 大家另外第三個超生氣的就是錦丁 錦丁什麼 錦丁鴻海有沒有買疫苗 是 下面的網友 KING要給他 給他掀鍋了你知道 你不自己趕快去盯你 到底盯貨率到底如何 有沒有趕快錦 到底我們115億花去哪裡 你在盯民間企業 你們進度不行啊 你們不行啊 現在到底到哪裡了 郭台銘講一下啊 張多謀講一下 買到哪裡了 這些網友說 我們是來幫你的 你現在變成 來緊盯我們啊 你對不對 昨天他那一篇文章 下面全部 每一句 網友全部打臉 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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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打了6000多個臉吧 如果我記得沒錯 那個留言好像6000多個留言 大家去看 這個超精彩 他本來是要想要宣的啦 7月7號到貨 7月8號 那再來齁 我要請問一下 上一次日本疫苗來 挑6月4號 你要記得吧 對 然後不是在那邊大內宣大外宣嗎 六四天安門啊 這個有數字魔法 日本故意挑六四天安門 要打臉中國大陸 你還在卡台灣 不給台灣疫苗 這次選什麼 盧溝喬事變 對這個7-7的隔天 而且盧溝喬事變 死最多人 開始整個全面殺我們 那個華人的 就是7月8號 是 中日戰爭就7月8號半發的 7月7號發生這個事變 晚上10點多 有這個藉口之後 隔天才有行動 7月7號的晚上10點 說我們阿兵哥不見了 那你們交出來啊 你們把我們阿兵哥拿 聽說他就被你們抓去了 然後逼著我們開門嘛 不開門 因為10點多嘛 一直鬧鬧鬧鬧 過了凌晨 到第二天的凌晨 7月8號5點的時候 整個攻進去河北 盧溝橋 不是過了嗎 然後開始叮叮叮叮叮 侵入以後呢 就開始中日戰爭 是7月8號 請問一下 你7月8號進來是幹嘛 日本在 這意思是贖罪嗎 還是贖罪嗎 還是一樣疫苗 如果你說買個節日 你要把它冠上一個意義的話 那7月8號送 現在送就很奇怪了 7月8號我們打你們 整個華人 當時的甲午 不知道那個什麼 中日戰爭 不好意思啦 現在就賠給你113萬劑 這樣可以嗎 宣啊 為什麼不宣了 為什麼這次不來宣了 那媒體跑去哪裡了 三明治 上次六四天還沒有 不是寫得很爽嗎 那日本人殺我們 要不要寫一下 還是你認為說 那是中國的事情 有可能是 因為你剛才講七七爐鍋橋事變 我很擔心你年輕一點的網友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那是什麼 七七魯加巧克力 七七魯加巧克力 他們都有聽過 當時有聽過 你不覺得 許甫這已經很扯了嗎 來個疫苗搞到亂七八糟 不管你認不知道 什麼叫七七爐鍋橋事變 那你六四天還沒你在講什麼 我剛才製作人吐槽說 七七魯加巧克力 現在年輕人也都不太知道是什麼 世代代溝也有什麼 大家知道 這個廠牌的巧克力幫我加一 不知道的幫我加二 真的不知道嗎 這個很 但是剛剛有一個 抖內是SoulFox 他抖內1690元 就跟這個 尤志哥講的論點很像 他說 日本仔七七送 日本製的疫苗 今天是七七魯架橋事變 是日本軍閥 栽贓給中國人的歷史 我從來沒忘記 尤志寒冰加油 這個是觀眾代表 他個人的意見 但是剛才其實尤志哥說 從網友的留言就歸納出來 昨天蔡總統說 這個疫苗來了這件事情 感覺起來裡面有好多點 可以大家好好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接種率20到25%到底是 這個施打目標到底是什麼回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說大家不要選 問題是現在我們有得選嗎 不是來什麼就打什麼嗎 再來就是說 還有永齡跟台積電的BNT 現在來不來 然後昨天蔡總統好像突然講說 現在都在積極的進行當中 好像快來了 大家釋出訊號好像是說 真的蔡總統證實 這個BNT的疫苗快要來了嗎 但是我們先從開頭這個來講起 20%到25%的接種率 我就引用這個可能是 跟綠營關係比較友好的醫師 潘建志 他說在這個未來半年 可能都是充滿Delta的變種的世界裡 他認為現在國際上都是要把第三劑的保護力加進來 拉到90%才能避免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免疫 然後你也不要傳染給你的家人 所以他簡而來算 他說台灣應該是2300萬人 乘以86%的保護力 乘以3劑 叫6000萬劑的疫苗 他就是說蔡總統說 所有買的要的給的3000萬劑 再加上民間買的還是不夠 所以他說這些民間要買的疫苗 是不是每次說500萬劑 那通通把它加碼變成1000萬劑 湊起來三個單位變成3000萬劑 總共6000萬劑才夠 這感覺起來 這綠營跟綠營關係友好的醫師都這樣講 要6000萬劑才夠 保護力 那你現在20到25%在講什麼呢 再來剛剛其實有這個有提到說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這一波要進來的是AZ 因為莫德納打得差不多了 我們整理一下 截至到7月5號為止 AZ接種的有195萬人次 莫德納接種的有56萬人次 然後你看看這個死亡的比率 AZ接種的308人死亡 而莫德納接種的是4人死亡 我必須要講 這裡面可能還有黑術 為什麼 就我自己的一個朋友 他的長輩今年100歲 他就打了AZ 隔天他身體是非常硬朗的 90幾歲還去打羽球還得到冠軍 這個是他有去申請金氏紀錄的 這我不敢亂講 然後打了 過世了 為什麼說是黑術 因為家人不想讓老人家再受苦 說你還要再去檢驗啊 還去要幹嘛去 趕快讓老人家的後事趕快辦了 還是專家人講那個DNR 對 他不算他就是 打了AZ之後隔天發燒 再隔天就走了 那當然大家就覺得說 老人家就這樣子 平安的走啦 好好的走一層 不要再折騰了 這個可能都有 還有這些黑術在裡面 你看到這個數字 比例這麼驚人 所以難怪蔡總統 要在這個時候出來呼籲說 大家不要挑 問題答案很簡單 就是沒有得挑嘛 那沒有得挑的話 現在就是BNT 是不是可以來了 現在也有在講說要來 昨天 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是不是五百萬劑的BNT疫苗 渴望在八九月陸續進口 蔡總統終於講了說 可能會來了 然後陳時中 才跟著說 我們會尊重商業行為 才開始說 會尊重代理等等等等 但是我必須講有這個 今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一下出來了 自由時報寫得說 商界撤爆說 北京撤動台灣各系統 撕壓政府透過上海復興買BNT 我看不懂 昨天感覺蔡總統 之前就講說 我們尊重代理 陳時中也終於鬆口了 承認有代理了 然後承認大家BNT要來了 這時候自由時報說 原來蔡政府被施壓 原來我們總統被施壓 是不是 要不然怎麼會說 透過施壓政府 來買上海的BNT 這什麼意思 好啦 其實 那我原來也知道 其實市面上真的很多人 都被接觸到說 我們這裡有上海復興的BNT 那你要不要買 你要不要幫台灣政府買 陳富雄自己也承認 他有接到 柯市長也承認說 有人去找他 我跟各位講 真的很多 但是那個來源 因為我也有被接觸的人 來告訴我 他不是說商界報北京策動這些人 沈富雄 柯文哲去逼蔡英文 跟蔡英文講 我這邊有來跟我買 不是 因為他就是一個商業 因為上海復興是BNT 在大中華的代理 那BNT他總會有業務 那或者是他們會講說 那我們這邊 因為上海復興 一直到前一陣子 好像國藥科興被WHO列為EUA 他後來才把BNT 也把它通過緊急認證 後來的BNT 好像才能夠在香港 那邊開始打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我記得沒錯的話 事實上一直到 好像7月的時候吧 大陸才開始慢慢開放BNT 但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很多的業務 已經動起來了 就是說要不要買 哪邊要不要買 包括不只台灣 包括大陸裡面的人 沒有人在說 哪邊你們哪個醫院 哪個折所 我幫他買BNT 我聽說很多的地方 就連綠 尤其是綠營人士 比較有分量的 甚至他們會去找他 因為這些前客 或者你說前客 你說業務也好啦 他們很聰明 他們知道說來台灣 你找林育芳 找費洪泰 你買得到疫苗嗎 你賣得出去疫苗嗎 你賣不出去吧 顏色不對怎麼賣 你怎麼賣 你找賴香菱委員 顏色還是不對啊 你也賣不出去吧 買不到 買不到 他沒辦法幫忙啊 所以他會去找誰 如果要是我 我一定是找台面上聲量最好 看起來跟參政府最好 比如說王定寅 比如說趙天麟 比如說綠營的台北 台北啊 高嘉瑜應該不會找 高嘉瑜比較難 你是業務商人 你一定會去找這些人 那這些人呢 就開始在穿針引線 因為說實在的 所有的商業買賣 一定都有利益 那譬如說我的 有些條啊咖 有些什麼 剛好在做這些生計 那我就問說 你有付應處嗎 聽說有這個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傳出 就你看那時候這麼久 大概一二月的時候 還沒有傳出上海復興 然後這麼大的風波 陳時中一直一直說 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你真的不要嗎 因為未來卻 商業行為怎麼又說 一定不要 所以陳時就開始說 有人商界就開始委託 這些綠營的 或者是有利 可以講得上話 搭上線的 然後說有沒有人要啊 傳一傳傳一傳呢 這些人有人開始被摸頭了 開始有人被警告了 東陽不就是被敲得最兇的嗎 胖的一個大的 其他那個小咖的呢 你不要再講了 你看東陽都被打下去了 比如說 前院長林全都被打下去了 你還有比他大咖嗎 許甫你搞不好也跑來跟我講說 欸 有這個 我們這邊有上海BNT 而且 這個跟德國的一樣 超好要不要買 然後我 比如說我是 反對的那個府方 或者是那個英系 我說許甫你確定嗎 看一下林全 就打回去了 對啊 然後我收集資訊很多 賴委員可能就是總統府 我就跟賴委員報告 最近好多大陸那邊的人 一直在側動我們啊 要我們買BNT啊 奇怪 你往這個方向想 一定就變成這樣嘛 另外一個方向想 就是 你不要BNT嗎 這就是你自己 腦袋的心魔的問題 人家只是把它當作 一個商業行為 那你要不要 而且現在大家都要 那你要不要 那你現在把它變成說 策動 這就是自由時報的寫法嘛 商界報北京策動台灣各系統 施壓政府透過商海復興買BNT 直接寫出來 就是要告訴下面這些 還在蠢蠢欲動的人 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吵了 我已經控制到 只剩下台積電跟郭台銘了 再給我冒出來試看看 你覺得這個報告會不會有這個壓力 是啊 我在警告你後面的人啊 對啊 已經搞了一千萬劑進來了 我整個疫苗的策略大亂啊 我要扶植 那個國產疫苗的 現在整個亂七八糟 你還在那邊給我 那正常國家一定會說 BNT疫苗好多人願意提供給台灣 那是不是另外一種說法了 我們台灣人民是想哪一種 一定是第二種嘛 BNT趕快進來 我們想打BNT 可是對於這些腦殘的 反中反到整個 連命都不要的 就寫出這樣子的文字啊 商界報 然後一來 全部人手就靜下來 好啦我來 我來簡述一下自由時報 他說的根據是什麼 他就是說 上禮拜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跟藍營幾個縣市首長 在討論聯名說 要求中央要放行讓地方去買疫苗 他認為這件事情 就是背後有人在側動 然後呢他利用一個商界人士透露說 北京透過台辦的系統 鼓勵或側動台灣各系統 施壓政府 比照台積電紅海模式 透過上海復興醫藥仲介 購買德國BNT疫苗 重點來了 是為什麼 藉此行程 台灣人打的疫苗 都是靠大陸爭取來的 我就問觀眾一件事情 今天 郭台銘去買疫苗 你認為是郭台銘的努力 還是說這是大陸政府給我們的恩惠 你覺得是郭台銘努力的幫我加一 你覺得這樣子感覺起來 好像是有點賣台 好像是 透過民進黨的說法的話 這是大陸政府給我們的恩惠 你幫我們加二 我看看這個理論上 感覺起來我覺得蠻不合理的 就像 就連 我問一下賴江林委員好了 就連台北市之前 其實也是想透過方式去買疫苗 這件事情 他這一番話 他其實堵住了 你後來之後買疫苗的人 你就是 背後有中共在施壓 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要讓我們台灣人難看 你是要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都在接觸大陸的恩惠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效果 但是我覺得很愚蠢 對啊這樣的一個媒體報導 特別是說他的這個用心 是良苦還是居心頗測 那形勢上我們當然希望 越來越多種疫苗 所以現在的AZ 莫德納 BNT大概是國際上 台灣現在是很期待 他的這個效果 還有他的這個可能的獻貨 是有可能 所以在現在不管台積電 或者是永寧基金會 是不是照昨天總統府 總統自己的對外直播說 很有可能8月可能來了 好那這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高端他今天才說 要照巴拉圭去做第三期的實驗 所以國產本來 預估在8月底前 可能有一些 可以一起來進行 所謂一千萬劑的這個承諾 跟可能性呢 幾乎就是應該不太可能 三期你要做這麼多人 幾乎是票票了 那總統府對於這樣的一個部分 他把它輕輕放下 他沒有在昨天的談話裡面 再次的像當時 對於這個高端 當然這個股票是先不談 最起碼總統每一次說話 當時都是喊信心滿滿 要為國家的疫苗怎麼樣 要如果處理我們自己 能夠有能力 在這個疫苗的國家隊裡面呢 能夠有一個承諾給國人 昨天的發言裡面看起來是 針對於這個BNT進來 他也要在這個地方上面 聚一點攻 就是說他有讓台積電或永齡呢 已經有特別的方式 特別的國家的授權了 對那這個時候去再次強調 這件事情是國家在為國人的疫苗 這個艱困時刻呢 總統有出了力 可是一個新聞的這個寫法裡面 顛倒過來就是 除此之外別無分號 為什麼 台北市政府當時柯P也曾經 很早的時候就講說 有人說地方要不要來也進行採購 他怎麼講 他說這是國家中央指揮中心的權利 你們去接觸他嘛 那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報上也很多地方政府 特別是藍營的首長 跑得很快 希望也爭取到疫苗的這個 採購的管道 協助這個一些 這個藥廠科技廠能夠申請嘛 旅比都是在這個 快要送進去指揮中心前一刻呢 好像就被莫名的線擋在外面 那原因是什麼 會不會是就是像報上這樣子寫法 讓大家呢 形式上好像呢 只有BNT這個現貨在國際上 所以我要買的縣市長呢 又因為上海復興這件事情的敏感度 履歷講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無形的壓力 跟這個指責性就是說 你這個應該 跟這個中共的這個沒來遠去 可能會讓你破局 你還是不要吧 如果是形成寒殘性 當然很多時候 可能的這個疫苗採購的機會就此 這個過門不入消失了 那所以我知道像 包括這一次像花蓮 台南他們都是透過這個 洪勝集團嘛 洪勝集團那個楊宏仁 他之前還是我們這個黨的這個 桃園的主委嘛 他是異界的人 他更了解這個國際採購的這個規則 由這樣的人去協助有什麼不好 可是每次在這樣的一個關頭的時候 當有這個國家覺得不應該讓你們出現 取得Credit的人 進入這個遊戲規則的時候 大概就是被排在外面 因為過可以你們單啦 公一定要他們攔 是這個擺明從頭到尾是一個商業行為 我要藉蔡宗的話 我特別看到 裝在瓶子裡面的疫苗 他說不會產生抗體 我也說不會讓你親中啦 也不會讓你說覺得說什麼 有政治上面 然後你會變成中共同路人 你打進身體的疫苗 才能保護你跟你的家人 這個就擺明就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一個大家幫忙的行為 就要讓自己有抗體 好我們看到自由時報這一篇 我要來看一字一問一下有志哥 其實從7月初就一直傳出來說 BNT疫苗要來要來 各種內幕真的是五花八門 大家靜香的跳出來了 我們先從時間序來看 是上報的這一篇 他告訴你為什麼 不是郭台銘的功勞 是德國政府出手 德國政府出手之後 讓怎麼樣很厲害 在德國政府盡力協助下 上海復興的代理權 不再是台灣買不到 BNT的疫苗的理由 這邊你聽不懂對不對 好接下來他這邊講的是說 BNT疫苗 因為在德國是取得EUA 所以德國政府有權去施壓原廠 如果你德國原廠一直堅持 要有代理商的角色跟中介費用 就會有違法之餘 他是說德國政府來幫助台灣出手 所以這個代理商是不存在的 不是啊你不是孫中代理 不是那個陳時中 之後過幾天又在開始講說什麼 這個的確上海復興有代理權 這個內幕在寫什麼 這跟鏡周刊的寫的又很奇怪了 鏡周刊寫什麼說 哎呀這個交易能起死回生 不只是德國政府 不想背負孔中的罵名 繼續推動交易 上海復興也觀察 中國政府跟國台辦反應 經過一方沉澱 都沒有明確表態 這番話你可以解讀什麼 就人家也沒有在擋你嘛 所以呢才開始主動聯繫郭台銘 所以你就覺得說 這些在編故事的邏輯 這兩個就不太一樣 但是我要講的這個 郭台銘跟台積線合購千萬計 成功的關鍵人物是他 行政院政委羅秉承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而且他擁有總統蔡英文的充分授權 回過來這邊講 我要講的是說羅秉承過去 人家講說是賴清德帶進來行政院 然後跟蔡英文也很好 好這一次他們竟然說放出來說 是羅秉承獲得蔡英文的授權 要來談這個BNT 那我要講蘇貞昌昨天就開始在講說 你看這個國台辦啊 這時候還要來縮嘴啊 還要貶低台灣為區啊 就把他再扯到政治 我突然想到昨天不是我們講說 周刊網有一篇說 蘇貞昌可能要被換下來或什麼 難道現在是一個半白臉一個半黑臉 還是說蘇貞昌真的現在想要被 隔壁要被換了再扯後腿 蘇貞昌本來在這一局裡面 就已經是在設定在8月28號了啦 只是因為突然來了這一波疫情 打亂了整個蔡英文他的佈局 就是說我這時候要換掉蘇貞昌嗎 本來他的想法是說 8月28號一定很難看 三個至少過兩個 那一過兩個之後呢 你表示你的施政都有問題 那為了平息民怨 所以呢他就要 他不是說要重組隊型嗎 所以呢就藉由這樣子 那8月28號把他換了 那總是要一個理由嘛 那理由就是8月28號 那你的政策都被老百姓公投否決掉了 那我只好順應民意把你換掉 這是很好的劇本 可是問題是 他叫公投延後了 要換掉他的理由是什麼 好像沒有這個理由啦 這理由就消滅掉了 那這樣就要怎麼辦呢 蔡英文放棄了嗎 沒有啦 他早就已經想好東西 蔡英文要做的事情 請問一下到現在 有哪個黨的過他的 關中天 一講就是了嘛 來租進口 對 退一力一休 退一力一休 不管我們在這個舞台上 認為說只要喊醒他 就有希望的 哪一個喊醒過了 沒有嘛 請問他要換掉蘇貞 他的意志 阻止得了嗎 阻止不了 所以他只是在等一個機會 等一個理由 那這理由是什麼呢 就只能等了 就只能等了 那問題是 上海復興這些理由 我覺得更瞎 就是你全部都 流頭不對馬嘴 但是通篇 你只有兩個重點 注意就好了 他一定把德國政府拉進來 第二一定跟蔡政府有關 蔡政府或蘇貞昌相關的人 民進黨在中間幫忙 這個事情才會成 聽懂了嗎 我如果聽不懂 我再加一個東西 你們就懂了 我剛才講嘛 德國政府一定要拉進來 對不對 德國政府會關誰 謝志偉 外交系統有幫上忙 然後呢 蔡政府一定裡頭 是我在羅秉承啦 現在又跳出誰啦 美國的疫苗 竟然是蕭美琴幫的忙 對不對 趙怡翔 搞不好離開之前 還幫忙喬了一下 日本呢 一定是謝長廷 一定跟岸信夫 不小心吃飯的時候遇到 然後遇到岸信夫之後 介紹了誰 然後呢 這時候還要跳出來一個 誰誰誰誰 賴清德 然後把賴清德排擠掉 充滿了算計 但是 你把這兩個 德國政府跟蔡英文一定要角色 再加上兩個人說的話 你就懂了 郭台銘跟慈濟 同時在新聞稿裡面 已經講了 蔡總統 你才是疫苗決策者 你把這三個 全部把它捏在一起 你就知道 政極天下 所有東西要告訴我 要我說才算 那個是誰 這蔡英文 郭台銘為了讓疫苗過 言必稱蔡政府 你才是疫苗的決策者 記得這句話嗎 對 慈濟 連慈濟到最後都還講了 我們只能拜託蔡政府 不要扯動扯息 就是你蔡英文 就是蔡英文啦 那蔡英文也全門接受啊 所以整個疫苗的佈局裡面 要有德國政府 因為謝志偉那邊要OK 一定要有蔡英文這邊的人 或者是民進黨政府 不管中央總統府體系要有人 你只要把這個事情完美了 我跟你講我就可以讓你進來了 所以整個三個文章 什麼上報的啦 鏡週刊的啦 不用去看 因為一定是某一個派系 施展 不管他任何方面的力量 放新聞也好 做置入也好 或者是運用關係 去以頭放話也好 一定是這幾個媒體 接到了也許是新潮流的 也許是新蘇聯的 拜託給我審一下啦 我的行政院體系都沒有人講啊 那你要寫什麼 羅秉承啊 好好好 羅秉承 行政院有功 行政院太棒了 然後另外一個 不對啊 那我們這個外交體系的呢 許甫你跟我這麼好 你不幫一下忙嗎 蔡總統都沒看到啊 大家都沒看到 要換內閣了耶 不幫我一下啊 那你是哪個體系 外交啊 好好好 我寫一下 謝志偉 德國政府這邊 謝志偉怎麼樣怎麼樣 看到了 搞不好下一個交通部的 有希望的 不幫我寫一下 所以大家開始寫了 全部拿疫苗 來謀取下一部分 內閣改組 變換隊形之後的位置 你覺得那些文章 你還要再去研究 為什麼疫苗如何嗎 哪有這麼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郭台銘一直講一件事情 拜託不要再報導了 拜託不要再報導了 為什麼 因為常常有很多報導 就把功勞歸給這個 歸給那個 歸給這個 歸給郭台銘 瘋啦 只能一個人有功勞 那個人叫蔡英文 郭台銘清楚得很 新聞稿已經跟你講那麼清楚了 蔡英文你才是決策者 你媒體報導動不動要把它轉進 郭台銘你超棒的 剛剛許甫又把往死裡頭推一步了 郭台銘這樣加一 然後是 全部都說加一 蔡英文一看到 喂 怎麼又是郭台銘的功勞 好啊 還是我要再問一次說 是郭台銘功勞還是蔡總統的功勞 大家幫一下郭董好不好 從新再來一次 但這個我不用問 我也知道大概狀況會是怎麼樣 可是剛剛有這個在講說 從頭到尾就是蔡總統可以決定 可是我聽到昨天他這樣的話 感覺他是點頭啦 他是OK啦 蘇貞他怎麼會在這時候放炮咧 林非凡這時候也在操作說 是大陸又在繼續打壓在操作 奇怪 蔡總統不是點頭你們在恆生肢節什麼呢 不是 因為大家不是很清楚 這些什麼林非凡蘇貞昌 他們還是用同樣的模式在 在應該講前驢忌窮嘛 就所有東西 你不覺得民進黨政府 除了反中之外有第二條嗎 因為2018 2018長到極大的苦果 2020因為又反中 整個817萬票握在懷裡面 來 包括現在賴委員 你也是在黨的運作裡面了 許甫也是跑政治新聞的 你自己想 如果你在某一個事件 民眾黨你用了其中一招 比如anyway你用了一招 結果民眾黨狂爭被25% 百分比的支持率 這招你會不會繼續用 抱著這個錦囊妙計 就要繼續用 我們的新聞不是也是 這個新聞說數率超高 明天會不會繼續寫 一樣的道理 一定會做到爛為止 他817萬票 本來大家還記得 他本來是被賴清德打到 被韓劉跟賴清德打死了耶 結果沒想到 反中情緒加上香港的那個 反中中 一路把他往上推 不但他連任了 還創新高817萬票 請問這招要不要繼續用 用到都已經大家習慣了 所以你不能說他們這些人 只會用反中 因為他們就只會用這招 吸反射就看到 這個大陸有講話了 趕快趕快來做一下 對啊 你不這樣做 請問你的派系 你的下面要選的人 怎麼去對話 所以才會講嘛 邱毅仁的那句話 讓這些蘇貞昌的新蘇聯們 政國會們都沒辦法選啊 大家都打著反中情緒 不講抬獨抬頭 那現在怎麼辦呢 可是蔡英文現在就是 我是疫苗決策者 整個盤是我在知道的 請問一下 我再問大家最後一句話 你認為陳時中 完全知道整個疫苗盤 的發展經過嗎 還是他只是被告知者嗎 你覺得陳時中 每天在那邊 每天講到疫苗 他只知道 可能可能這個 陳時中不知道 百分之三十 人家指揮官 指揮官不知道 真的假的 你覺得他知道嗎 你覺得蘇貞昌知道百分之二十嗎 就是他每次要回應說 什麼時候有疫苗要來了 然後是從哪裡飛來的 然後幾個計量等等 他聽周一扣的 機密啊 然後早上去跟這個扣扣姐上節目 就有一個新的訊息 這樣的一個指揮體系 從國家的信任關係 這個政務官就不合格嘛 他把很多的這個 要跟國人公布周知的訊息 轉而成為一個好像是國安問題 國安問題就衍生 現在大家在質疑跟討論的 一個BNT的疫苗 人家在德國堂堂正正的 有名有信的 在整個這一年來的採購裡面 一開始去年我們知道 像東洋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扯出跟上海復興 跟這個中國這個唯一代理權 所以談判上面呢 屢屢就會有這樣的一個 用顏色看疫苗的問題 好 那實至今天 現在倒過來 已經不是當年這個東洋 是換成台灣的這個 護國神山的兩大企業龍頭 企業龍頭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很清楚已經講 國家機器運作已經失靈了 才會輪得到一個用企業 用自己 雇自己產業安危的一個角色 出來跟政府喊話 過去很多的國家危機的時候 總統是招這些工商大佬 到總統府吃早餐共餐國事 這一次這些人是敲門 隔這個空去呼喊說 我要見總統 所以趁幾何時 整體上面決策一小圈圈 第二看顏色做事情 第三個疫苗這件事情 誰最在意 當然是這些產業界的勞工們 的安全 因為你們是關鍵的戰略產業 可是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聽到戰略產業是什麼 是這個耶 是不知不 是 是這個 生產一些運輸的人鏈 叫戰略產業 他們在戰業科技裡面 有重要性嗎 沒有 他只是當時物資上面 搶得比較兇 然後在分配上 出了一些民怨 所以國家的思考 完全顛倒 把這樣的東西 視為戰略產業 把那些這個IC的 把那些人工智慧相關的 產業供應鏈的 當作沒有在意 沒有超前部署到 所以這次人家兩大龍頭 是站出來給你蔡總統洗臉 你還洗滋滋說 我們有羅秉承 促成了 7月談判 9月10月要進來 然後加起來是1000萬劑 1000萬劑 縱使到台灣 也不會是蔡總統真來的 因為你要靠的是 COVAX國際採購 有國家規格去談判的 這件事情到現在離不清 沒有人給我們交代 你講的這個1000萬劑裡面 你從COVAX來 你到底可以拿多少 那他現在很清楚講 哎呀沒有現貨 大家要體諒 然後剛剛講什麼 疫苗是要打在 打在人體才有效 放在平均裡面有效 講這種話 不是讓國人更唾棄說 那你自己採購不利這件事情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自己 自我譴責過 沒有 反而倒過來講說 你們要趕快打 然後才會有抗體 那我們國家才會有百分之幾 現在才百分之10.98% 對 算他11%好了 對 算他11% 你說你7月底要涵蓋到25% 你還有11%12%左右 要打多少 要打兩三百萬人 一天要打多少 要十幾萬人 請問疫苗現在在哪裡 好 說這兩天日本又要捐了 又進到AZ疫苗 要捐要買的都有了 對 然後這個明天會有 採購的60幾萬基金 所以相較比例上面來講 就是政府採購不利 搶不到貨 同時沒有進來的時候 還要跟大家講說 我現在跟這個企業的合作 有機會 然後大家這個就是唯一 叫做唯一這個決策 沒有第二個管道 然後呢會從這個德國什麼原廠 直接送來不會有任何的mark 我們只要講你進來的疫苗 如果你這個CDC檢測封間都合格 打到人身上產生抗體 這就是我們要的 瓶子裡面的顏色是同一種 對 那以及在很多的問題上 搞得全國人都被你干擾到 不知如何認識一個科學的 這個產品叫疫苗 反而交會了很多我們去看 顏色的這個採購 那這對於郭台銘先生 對於這個台積電 是何等的不堪 如果今天他們進來了一千萬劑 稍有一個mark一個東西 就已經是被辨識為好像跟中國有點關係 這兩位我們要怎麼樣對得起他們的努力 這真的是令人悲哀的